接著就到部分C,就叫我們找回R的值,令到OA是要平衡TQ 聽到這裡你應該會覺得有點奇怪,因為其實你想回TQ的真身叫做這樣的時候 如果我拆開它,它叫做1 over R加12次A,再加R2次加R-1除R加12次B的話 你想回一件事,這個是TQ,但你想回OA,其實就叫做A 你記得我們說平衡的時候,它們的對應位置會成比例 所以這個和對著1的話,你想回這個位置,它也要對這個比例 你會看到這裡和這裡,這個位置是0,對吧? 所以如果你OA本身是0.B的話,其實TQ也要拿回0.B才合理 所以在C來說,我們就會寫回,由於OA是平衡TQ 所以我們會有R2次加R-1除R加12次,是等於0 所以R2次加R-1是等於0,OK? 所以我們就會有R,這個數明顯的delta 因為這個數明顯不漂亮,所以就用Codric formula去做就可以了 那就會是-1正負開方B2次-4AC再除2A 所以就會是-1加開方5除2,or-1-開方5除2 但要留意R是正負開方5除2,所以R是正負開方5除2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-1加開方5除2 這樣就成功做到這個部分C 頂到0,0-1,0-1是這裡的封面 為什麼? 谢谢观看